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称叫非移民签证 比如H1 B1 L1 F1 J1 B1 B2等等 都叫非移民签证 那么比如说这个移民签证 如果你住在中国的话 可以在广州领事广办 如果你是香港居民 可以在美国住香港领事广办 如果你是中国公民 但是居住在其他的国家 比如说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等 那么你也可以在当地你的居住地的对应的美国使领馆办移民签证 那么I-485和CP移民签证 都是在你取得美国绿卡以前最后的布置 主要是一个背景调查 确认申请人没有犯罪记录 没有违反美国移民法的记录 不是间谍 没有什么其他的美国移民法规定 不允许移民的这个情况 那么这二者彼此呢是平行的 我们有的时候有客户问说 移民签证拿到以后 我是不是入境美国还要再办I-485啊 不是的 你入境美国等一等就可以领取绿卡了 一般呢 入境美国的时候就会盖个章 做临时绿卡的用途 然后几周以后呢 绿卡会寄到你的住址 或者有时候有人问说 我是不是可以在离开美国以后 再办理I-485啊 这也是比较外行的说法 I-485呢 只有你人在美国的时候才能办 这是必要条件 当然不是充分条件 那么如果说申请人在提交移民申请 一开始办移民的时候 人在美国 当时我计划说在美国完成全部的手续 可是后来计划没有变化快 我又离开美国了 说到别处去生活工作了 怎么办呢 I-485和CP这两种申请呢 可以互相转换 比如说你原来计划交I-485 那么在你的此前的I-140或者I-130申请上呢 有相应的标注 你后来如果离开美国了 要改成办移民签证CP怎么办呢 你可以提交I-824表给移民局 然后呢让移民局把你的批准 这个I-140或者I-130的批准呢 转到美国国家签证中心NVC 然后呢NVC会和你联系 也和你的律师联系 完成后续手续 这个呢是I-485转CP的流程 CP要转I-485 一般呢不需要特定的手续 你只要人在美国境内 符合要求就可以 那么办理I-485有什么优点呢 你提交I-485以后呢 可以在美国境内等 等这个绿卡发给你 在此期间呢 不需要有别的签证身份 还可以用EAD来工作 为任何雇主工作 可以用Advance Pro回美证 然后呢离开美国旅行 然后返回美国 当然了I-485呢 要到排期到了才可以交 在排期到以前 能交I-485以前呢 你还需要在美国保持合法签证身份 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都办I-485 因为有人呢 比如说在此前 不能拿到非移民签证 到美国来入境美国 有的人呢 是因为工作或者家庭原因 个人原因 在拿到绿卡以前呢 要在美国境外工作和生活 还有的人呢 比如说他曾经拿过这签证 又不能豁免 要满足两年服务期 或者呢 一时在美国没有好的工作机会 或者呢 原来的签证身份过期了 工作终止 现在呢 美国绿卡有这个排期 时间比以前长 所以在交I-485以前 还要等待这个排期 所以呢 前面提到的这各种情况呢 发生的几率 就比以前越来越高了 那么如果主申请人说 我还有配偶和孩子 这个家属 那我怎样来大家一起完成最后的这个手续 拿到绿卡呢 一般呢 当然我们建议呢 用同一种方法 同时办理 要么你同时办I-485 要么你同时开始办这个移民签证程序 这样比较方便 但是如果主申请人在美国境内 但是配偶 还有孩子在美国境外 那么怎么办呢 你有不同的选择 可以选说全家都办移民签证 CP 然后过后呢 等排期到了 或者说NBC给安排的时间到了 那么一起呢 去美国使领馆 做这个移民签证的面试 然后也可以呢 申请人自己先在美国境内交I-485 然后呢 在主申请人的绿卡批准了以后 其他的配偶和孩子家属 办叫Follow to join 在美国境外办移民签证 那么如果 副申请人在美国境内 能不能独立提交I-485呢 不行 主申请人必须要交I-485 或者移民签证 副申请人呢 才能办理同样类别的这个手续 那么能不能同时说 一个人办I-485 我另一个人同时办CP 然后到时候会合呢 据我们了解的 这个一般也是不行的 那你一家人呢 一般建议用同一种办法 或者呢 用前面提到的Follow to join 当然了 主申请人和家属们如果需要 你不是说同时 一定要同时一起办 你也可以分开来办理美国绿卡 因为你们的亲属身份 比如说婚姻关系 父子父女关系 母子母女关系 这个呢 在取得绿卡以前就已经存在 所以呢 在主申请人获得绿卡以后 还可以用这样的亲属关系 为父申请人办理绿卡 这样办理的呢 如果你主申请人是职业移民 那么父申请人呢 他也是职业移民的叫 Derivative beneficiary 也是受益人 职业移民的受益人 而不是另外的亲属移民 什么样的是亲属移民呢 比如说一个人拿到绿卡以后 才和另外他的配偶结婚 然后呢 可以为配偶办亲属 如果他在拿到绿卡以前 就和配偶结婚 那么配偶呢 就是他绿卡申请的 负申请人 不用单独 另外的办亲属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讲到的是 办绿卡 爱485和移民签证的关系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